那我們在繼續之前我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在OneNote上我有放 進到OneNote的任務裡面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搜尋技巧 你打開 這裡 我看一下 我沒有放 放在另外下面 我們先點一個 假設這裡 OK 我們都知道網頁上的文字 你說要複製的話 大部分大家的做法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可是 很多時候我們這樣一摳的時候 可能會連其他都摳到 還有一個情形是很多不好摳 那 你要對有沒有發現眼睛好像很難對 你可以怎麼做你知道嗎 診斷藥 你看我有沒有用Mark的 這個你Office就會了 只是你沒有把它拿到網頁上來用而已 因為我們在Word裡面 如果這一段你要複製起來你會怎麼複製 不要跟我講你用剛剛那一招喔 哈哈哈哈 你Word裡面應該不會用這一招吧 完蛋了 我一招就欠你更多了 哈哈哈哈 不是他要怪你你沒有學好 因為來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這裡啊 超過旁邊這裡不就這樣嗎 啊這裡點一下一個嘛 登登登 有沒有全部 你要會一二三喔 一 一二 一二 啊你了解嘛齁 這是Office裡面你要會的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但網頁上雖然沒有那麼方便 但是也可以做得到 你看一下 來 我要Copy 這個段落 你如果點兩下 多多 它就是一個詞啊 就一個名詞 如果你點三下 多多多 有沒有 多多多 這樣有沒有發現 生活比較容易過一點 哈哈哈哈 突然簡單了嘛 對啊 那你就剩下複製貼上而已嘛 啊那OK齁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這樣反正你就比較會複製了啦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雖然現在已經有複製了很多對不對 可是有些時候我們比如說你在做報告也好 或是某些整理資料的時候 有某些詞 會常常用到 那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目前 我的預設值是不是收集一百個 超過一百個它就慢慢就不見了嘛 就是再用新的去帶掉 如果你真的 欸最近這個我比較常用 你希望它保留在裡面 你可以這樣子按右鍵 叫它怎麼樣 這裡有一個快速屬性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這裡 有沒有叫永不自動刪除 這樣它就會永遠厚臉皮的留下來 它會幫你打個記號 你就知道這個會永遠留下來 這樣有了解 它會被捲到下面去 比如說你看我再複製 有沒有會捲到下面去 可是你隨時不管它就算它捲到最下面 它永遠會最下面 這樣你了解嗎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 欸這樣還不夠喔 我希望怎麼樣 你不只不要自動刪除 因為我最近常用到 我希望你就永遠在最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可以按右鍵 一樣 在這裡有一個 叫做 Clip Order 有看到嗎 有沒有 Clip就是我們這樣一個剪貼 叫Clip Order 好 有沒有一個叫Move Top 有沒有 這是上一個下一個 但是我們要黏在最前面 有沒有這個 按一下 它永遠都會跑在最上面 有沒有發現圖示長得不一樣了 多兩個有沒有 所以如果有些你比較常用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讓它留在比較前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點兩下就出來 就比較方便 當然其實它還有資料夾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建資料夾 把一些你工作上比較常用的 就點兩下就好 像我去過法院 我是做正的 因為法院有一種 輸入法 他們叫追音輸入法 對不對 它就是 為什麼它會快 它就是把一些我們的詞 常用的詞 比如法院常用到 中華民國 它打個中 就全部都出來 就是類似那樣的概念 所以你也可以整理一下你比較常用的 那就可以整理好之後 可以跟同事分享 對不對 大家就可以很快就把 那些比較常用的東西 就把它弄出來 這樣有沒有OK的 可以了 來給你試看看 看喔 好